年輕族群叫做不孕症 因為這類的族群它會略為碰培碰培 其實很胖的自然會找人去治療 你會發現比結婚前胖個五公斤左右 肚子好像大一點點 大家都覺得這是幸福肥 可是有一段時間沒有懷孕 其實來看的時候都卵巢 因為你血糖過高 你的卵巢荷爾蒙會受到一點抑制 會形成一種叫 這種狀狀狀狀症候群 它會抑制你的排卵 抑制排卵 吃這排卵好像會好 可是長期下來它的血糖是偏高的 像這類病人很好玩 我們讓他減重 其實他不好減 他必須吃一點降血糖的藥 降血糖的藥有兩個誘因 第一個血糖控制比較好 第二個他會誘發他排卵 其實反而 第三個我要補一下 因為今天姜醫師不在 我們要緬懷一下姜醫師 跟腫瘤有關 我也要呼應一下 其實血糖過高 其實在今年累月之後 以前我們都知道血糖過高 一定跟內膜的刺激有關 就是荷爾蒙刺激有關 停經以後常常會有子宮的癌症 可是我們現在發現 我手邊一堆35歲到40歲 就產生子宮的癌症的病變 這種你仔細一看 大概都從二十幾歲開始 因為我們現在的飲食 從teenage 從國高中就開始 人人都是手搖飲一杯加炸雞 這個十幾二十年之後 以前我們是超三十歲 開始一些飲食刺激 你可能到五十幾歲才癌症 現在是十幾歲開始刺激 你當然就三十幾歲才癌症 提早二十年 對 所以這糖分的控制 恐怕未來是另外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忽略甲狀腺功能低下 我們看會產生什麼問題 造成記憶力衰退 我們的甲狀腺其實在我們的頸部 大家其實可以 有些人摸得出來 就是你吞口水的時候 會摸到兩塊東西 隨著你的 就是在氣管旁邊 就是會上下移動的東西 那個就是甲狀腺 那甲狀腺啊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 分泌甲狀腺素 那甲狀腺素它其實掌管著 我們全身的代謝功能 所以它的 如果它低下的話 它就會有很多的症狀 譬如說你就會覺得 你的人整個就是很沒有電的感覺 類類的疲倦 然後容易水重 然後體重予上升 那甚至有時候會掉頭髮 皮膚也變不好 等等的都有可能就是 是甲狀腺低下產生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講的注意力不集中 這比較常發生在老人 老人家就是他比較容易 因為甲狀腺低下 所以他就會注意力不太好 然後常常忘東忘西 那這時候家人 可能如果說不注意 就會覺得 這應該只是正常的老話 或者是失智 那可能就沒有理他 那其實這非常可惜 因為如果是甲狀腺低下 造成的這一種 注意力不集中 然後記憶力不好 其實你每天吃一顆 甲狀腺素補充 它就會回來了 像我自己也之前 也是有遇到一個60歲的伯伯 那他大概是兩年前的時候 鼻炎癌 那鼻炎癌的時候 他做過電療 那最近這半年來 家人發現他常常忘東忘西 就是 可能早上做了什麼事情 中午就忘掉了 那後來有一天 他送到急診來 是因為他忘記 他早上已經吃過 糖尿病的藥了 所以他又再吃一次 結果那個血糖降太力 在家裡面就昏倒 然後昏倒就送來急診 我們趕快給他一些葡萄糖水 然後後來就是 他就跟急診 他醒過來的時候 就跟急診的醫師說 他很擔心 因為他覺得他會不會是失智症很害怕 所以急診科醫師就轉來我們家一顆悶症 但他來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很擔心說我會不會是失智症 那一般來講 如果像這樣的狀況 在失智症的檢查裡面 我們一定會驗甲狀腺素 因為他是必須要被排除的一個疾病 因為他是有得治的 然後後來呢 所以說就是後來幫他驗 這個伯伯確實就是甲狀腺低下 那他為什麼會低下 是因為他就是兩年前做過電療 然後電療他就要照脖子這邊嘛 所以他傷到的甲狀腺 才會造成他 分泌的甲狀腺比較少 後來我們就是每天 給他一顆甲狀腺素補充 他的狀況其實就OK了 像電療就會傷到 有一些頭頸部的腫瘤 如果做過電療 是有可能會傷到甲狀腺的 甲狀腺低下 其實是愛米蘿的天敵 所以你看他可以輕微就是 他就是變胖 然後那個怕冷 然後皮膚膚質變差 或者是那個頭髮的那個狀況 有變差這樣子 像我在急診就遇到一個 妹妹也是啊 他就是 因為他覺得他就是一直在變胖 所以他就平命的減肥 一天都只吃一餐 所以他當時來看我的時候 他的描述 描述的症狀很像餵食道逆流 那我說你就是飲食不正常 其實我那時候一開始也沒有警覺 他可能是腳狀腺出問題 直到他說了一些很玄的那個症狀的時候 他就說 可是醫師我也覺得我上半身脹脹的 脖子脹脹的 就是全身都在發脹 但不知道為什麼 這種有時候很玄的東西 我們也是會給他一些很玄的答案 只是說 比如說這樣的話你要怎麼回答他 我就是胸部這邊上面都脹脹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頭也都脹脹的 所以這時候我會很專業的跟他說 那我來幫你看看你的甲狀腺 就那時候也是摸一下 結果發現真的有點怪怪的 結果後來一夜就發現 他真的是那個甲狀腺底下 後來再去追蹤這個病的 他其實有節節 那他有所謂的發生一些 自體免疫的疾病叫 敲短疾病 就是Hachimato disease 他是一個自己免疫的疾病 然後會造成甲狀腺出問題 有些人可能會微微抗靜 可是覺得他多成是用低下來表現 那已經出現一些臨床症狀 所以他就是覺得他最近都一直會發胖 那可以有一些症状去發生這些疾病 盡早做一些治療 那有時候也會有一些很危機生命的狀況 像我遇過一個很老很老的老婆婆 那他之前是跟他的先生住在一起 可是自從他先生過世之後 其實里長常常去家裡關心他 然後當時也是覺得他好像就是有點失智 那里長是 里長的解釋是覺得他可能是因為上偶 所以他其實打擊太大 所以才有這樣子的反應 直到有一天里長去他的家 發現他在家裡昏迷了 就不太對劑 再把他送到急診來這樣子 那我一問 因為他已經沒有什麼其他的親屬了 我問里長 他們過去有什麼疾病 他說就是他 所以他在他們鄉下的診所 常常去拿利尿劑來吃 因為一般人家覺得水腫 就是要嘛就腎臟有問題 要嘛心臟有問題 所以都吃吃利尿劑這樣 後來他發現他那個水腫 不是一般我們那種肝心腎 造成的那種水腫 他那個腳壓了 他那個水腫是不會壓 脫下去的 彈不起來 他是黏液性的水腫 後來才發現 他其實是 甲狀腺的功能低下 造成所謂的 黏液性的水腫性的休克 那這個伯伯其實來的時候 低體溫 低血壓 呈現一個休克的狀況 因為年紀太大了 後來還是走了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你不去控制 你不去發現 不去控制 其實也會一些 危機生命的狀況出現 對 我之前助理就是 後來查出來就是 甲狀腺低下 因為這過程中 也是讓我覺得很荒謬 比如說 第一個就是 記性電很差很差 我有過一次 就是我們開車到辦公室樓下 就要上去幫我把工具帶下來 一去不回 你去不回 就是門關了上樓 好忘了 我在樓下等 好奇怪 怎麼發生什麼事嗎 不就是上樓把我的工具拿下來 怎麼都沒有動靜 我打給他說 欸 那個 你去哪兒說 怎麼了嗎 我說 我不是要把工具拿下來嗎 完全忘記了 那他上去 他就以為他要工作 然後就待在樓上 他轉頭就忘了 我剛剛跟他說什麼 還有在辦公室跟他說 欸 你幫我拿杯水 比如說我的位置 我說好好好 轉頭回去坐下來打電腦 真的 我想說怎麼 我那時候一開始講說 可能是他可能 比如失戀啊 那陣子失戀 可能你知道心神不寧女孩子嗎 玻璃心 就是一破之後 就什麼事都不能做了 我一開始覺得是他心神不寧 後來發現這件事情 關於他記性很差 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接著 就是他永遠吃不飽 我覺得這是讓我最困擾 因為我本人已經屬於 常吃不飽的狀態 怎麼我的助理比我還會吃 我們一天要吃五六餐 然後他都吃不飽 永遠都在吃東西 他瞬間大概三個月 胖了十公斤 我當時還是覺得 因為失戀爆肥 我們要好好的撫慰他 不要哭求他 想吃什麼 就老闆都請你吃 要幹嘛都沒關係 失戀了 後來發現就是這些症狀 越來越嚴重 再來 我就受不了教訓看醫生 是因為他的胸口這一整排喔 很久一點 不是